一樓住宅門前冒出一團熊熊烈火 火事實相當猛烈不斷竄出濃濃黑煙 消防隊火速趕往現場 路邊的招牌已經燒破一個大洞 大火吞噬走遭物品 開始往屋內蔓延 26號早上7點多 桃園大園區新興路上 一處住宅門前的微型電動機車 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幾輛機車停在一起 每幾分鐘整排機車一路燒過去 火事越燒越旺 燃燒隔壁湖外招牌 貼券門 玻璃門 連住宅二樓的陽台旅門窗 也遭到火車侵襲 附近住戶聽見爆炸聲響 紛紛跑出來管型情況 因為這棟建築是外籍移工宿舍 一大早的還有人正在睡覺 立即部署水線 由側面進行搶救 避免火焰往建築物方向蔓延 農宴之中消防人員救出三名住戶 現場緊急疏散18人 幸好他們意識清楚不需要送醫 半小時之內完全撲滅火事 只是門前起輛微型電動機車 五輛普通機車燒到只剩骨架 電動機車明明都沒發動 之前就曾發生過截延長線充電 造成短路起火燃燒 相信原因警方目前還在調查 只是一大清早半夢半醒之間 門前出現一團火球 真的嚇壞附近住戶 TVBS新聞廖宗信蔡新瑜 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